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爱啊 我们需要被了解 所以我们期待有一个人 可以完完全全来了解自己 来爱自己 所以我们就开始把里面心里的心事啊 把里面的话会来跟身边的人讲 我们想要别人理解 想要别人来分担 可是即便我们找到一位 有一个特异功能的对象 他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了解你 因为我们很可能真的遇到一个对象 他愿意来跟你培养默契 然后你觉得 哇 这个人根本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他真的好了解我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还在继续了解你的过程中 以至于有时候我们把这个感觉 说出来的时候 我们对方因为没有办法完全了解 他就没有办法完全同理你 或者按照你的期待来给你一个回应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去寻求 我们总是会经历到一个感觉 一个声音告诉我说 没有人真正了解我 没有人真正了解我 OK 我今天要跟你说 这是真的 It's true 没有人真的了解你 所以有一些人就会不断不断走到一个错误的关系当中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可是他们其实没有和别人不一样 他们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他们只是渴望一个真实的连结 他们只是渴望真实的爱跟理解而已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控制不住啊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得到爱的源头啊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所以当这个真实亲密的关系 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话 我们就会容易拿别的东西来取代它 孤单是一种心理状态 它这个心理状态是什么 是我们被拒绝或者是我们被遗忘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感觉 这样的孤单是一种被隔离的感觉 被分开隔离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会让我们在生理上面 或者是人际关系上面都会有所伤害 都会有一个产生一些问题 可能我会开始觉得格格不入啊 感觉自己不被接纳啊 感觉自己不被想要啊 或者是我觉得自己总是走不进别人的世界 那孤单解药到底是什么 孤单解药到底是什么 我想要提议孤单的解药 并不在乎你身边有没有人 而是在你心里面有没有神